各位 你們好 現在延續上一段影片 希望可以 帶一些正能量給他們 希望還有一塊 還是要強調一件事 因為可能有些觀眾 未看上一段影片 我就強一強調 我這段影片 就是我分享人生見到的好東西 很想分享一些正能量 尤其是分析現在嘗試的東西 如果有朋友不喜歡我的頻道 其實請兒玉部 不需要和我有什麼馬戰 或者差人傳我任何東西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贏了 真的你贏了 因為我是不需要 接受任何的差人傳 因為我很想大家開開心心去 認識一些東西 或者討論一些東西 這個才是正確的 大家交流的態度 我很想帶這些東西給大家 好 在這段影片開始的時候 我會 前半節說一說 翁小姐現在做的事 然後就分析他們兩位 好 如果大家不喜歡聽翁小姐的事 可以飛去大概中間 好了 首先開始說一說翁小姐的做法 其實我覺得是挺好的 他那個人 都是抱有一個正義感的 每個人都說他是修法 修道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 他的做法是 擁著正義那邊來做 即是實際的行動 現在他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 其實就是 這個新鶴太 搞出來的禍 因為為什麼 一個律師 如果他公開說 我會出這個律師信給你 其實 一個律師說了就要做 因為這件事就是一個誠信 即是很難說 我是說 我現在預備給你 未必是真的給你的 這件事就是 變成進退兩難 所以翁小姐 十居其九 都是要發真是一個律師信給他 我在這裡 你也當是我和翁小姐 你分享一點點我小弟的心得 其實 這對夫妻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 你修開佛 修開道都知道 其實 在大釋迦 他已經說了出來 就是 世間是苦的 為什麼會苦呢 其實就是在一個執念上 這個執念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執念是導致 波遜的信徒 比大釋迦的信徒多很多 好 這個執念就是 我現在舉個例 現在你看看 拜神所謂信佛的人 他口中所說的是什麼 心裡想的是什麼 首先 去拜神的時候 他心想的是什麼 其實 大釋迦 甚至乎以前的印度教 甚至乎以前的阿巴拉罕 都會有這番的言論 因為人類的文明 就是由他們開始 變成我們現在 進化到我們現在這種 比較溫文耳雅 就是 樣子差一點 但是起碼都是像一個人 不會說 周圍搞事 這就是靈性要做的事 他們的執念就是 就是說 一入寺廟裡拜神 總是求慈 求給自己 譬如 我現在很想求我的健康 很想大富大貴 正如新河太 很想大富大貴 其實這件事已經錯了 在大釋迦已經說了 當你在紅塵這個世間裏 其實你能夠生活 就應該把你多了出來的部分 去救一些生活不了的人 這是最基本的心善 尤其是你進去拜大釋迦 拜如來佛祖 即是大釋迦的分身 拜任何東西 拜觀音也好 拜甚麼神也好 因為有很多神 但你拜的時候 通常你都是 所謂信徒 都是想求一件事回來 但你再看他的東西 他多數是求財 這個統計 多數是求財 接著是求身體的氣息 但他又不去做運動 求財 他自身 根本上都可以過到生活 但無緣無故可以求財 其實在大釋迦上 第一句說話就是 你不是在拜我 你是在拜波遜 因為波遜 他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在大釋迦 得道之前 他們相傳 就是釋迦茅 他自己心裏的魔 接著 在他裂盤之前 即是得道之前 總是有個談判 這個是 你先當他全事 但這個道理 就是大釋迦的道理 最終章 波遜 就是說 我一定會搞你的寺廟 就是一句信徒進寺廟 你一定要在寺廟裏 破你的法 在世間上破你的道 哇 很空險 接著 他身邊 波遜身邊的魔鬼 即爪牙 就笑大釋迦 為什麼不回答他 大釋迦 只是做了一個動作表情 就是 眼睛流淚 他沒有說話 就是流淚 接著 波遜 和爪牙 更加大聲一點 這個你當作故事去聽 但裏面殞藏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 為什麼 大釋迦 會哭呢 其實 大釋迦 就知道 波遜 很笨 很傻 因為 他只要做了這個行徑的時候 世間就會消失 就會滅亡 所以大釋迦 就不需要說話 因為 你這麼笨 自取已滅亡 我怎麼去救你呢 所以大釋迦 就只流了一行的眼淚 這就是後來相傳的慈悲兩個字 所以很多人 進去寺廟裡拜神 你會看到 他在求這個 其實他不是在拜大釋迦 他是在拜波遜 這件事 這件事 施加茅尼一早就說了 給他真正的信徒 所以你會看到 大釋迦還會說 波遜你進來破我法 沒有問題 因為當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真正的信徒 已經在世間上遍佈了 是不需要寺廟裡的影像 你的影像去影響他 這件事 世間上真的不是太多人理解到 大釋迦 他說這件事真正的意義 這件事是什麼 這件事就是智慧 微開道道 所以如果 翁小姐 即你是修行者 其實我在這裡和你分享一下 又或者當是一種 大家互相交流 其實我相信你的心裡 都不是太好過 對這件事 都是有些 小小的坦癖 我在這裡就是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和你分享一個舒緩的作用 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這對夫妻正正是 煩了我上面所說的事 但是這個世間 他犯同樣的錯的人 是很多的 我們如果真是修行者 就不驚訝 一點都不驚訝 以及不需要怒氣 因為大釋迦都不用怒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已經是這樣的 反而如果我們可以開道他 救得一個 只有一個的理念 我們便很開心 因為這一種 有一個成功感 將一個奉承魔鬼的人 向真正的善 真正的道 你說這種成就感 是挺好的 如果是做到的話 總之救得一個 到我們八年歸老的時候 或者我們不在這個世間上的時候 都不會愧對我們面向的目標 因為研究這幾個派別 都用了我人生很多時間 一個佛教 一個阿伯拉罕那邊 就是耶穌教之類之類 伊斯蘭教之類之類 都研究了我很多時間 所以我才可以說出這番說話給你聽 那些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聽到 都希望你們釋懷到自己的怒氣 令到身體暢和一點 阿翁小姐 我覺得有時候都可以仿效一下 西遊記裡面 為什麼三打白骨精 就是因為這個白骨精很狡惑 還要明還不靈 但是起碼在這個故事上面 都三次就修復它 那麼我們修行者 不是去斬妖 就是殺了它 因為你殺了它 是造成怨恨 變成一種業 我們是要把它變成 一個改邪歸正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抱著這個慈悲的心態 當然如果我們凡人的力量 修行者的力量都救不到它 那我們也沒辦法 因為始終我們都不是大釋家 但是我們盡力 好 那麼 翁小姐 我都希望你繼續堅持你的理念 那麼 那個人放鬆一點 因為我看到你的格 我就突然想起 你很像那些空行母 各位朋友 可能有時候都未必知道是什麼 空行母其實是在藏傳佛教裡面出現的 其中的一種神明 他相傳都是一些對付邪魔外道的 但是是女性來的 他就很特別的 他相傳就是說 他勸導了那些魔之後 他就很優雅 跳舞很溫柔的 我都希望翁小姐就是餘生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緣節的一天 但是我們的餘生 就希望你很優雅 天靜地生活下去 因為大家人生裡面都遇到很多苦難 這些苦難其實是一種修煉 你都很清楚了 希望其他觀眾聽到 都有一份喜樂 我們先去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分析他們現在兩個 現在的KOL 不好意思 喉嚨 現在的KOL 他們兩個上去到發生什麼事 又說有報公安 香港有報警 總之是令到他要抓要鎖 這件事就是業果 其實我很想跟他們說 他們都未必看到這條片 我反而希望他的兒子 即是他的兒子看到我這條片 我希望他的兒子 因為都知道他的兒子的情況 我也有些教過特殊學校的攝影 我也知道他們的情況是什麼 因為他們的依靠的確是他的媽媽 即是他的媽媽做什麼都對 但是我在這裡跟這位18歲的哥哥 你聽一下叔叔說 或者哥哥說 其實你媽媽有機會是犯錯的 因為他不是什麼神明 甚至乎在軸勢裡面 將他變成狐妖 現在變成狐妖 因為狐仙有時候都是幫人 但是狐妖就一定是害人 這個是軸勢去看他 但是你不能阻止他 逐世去看他 他既然不是神的話 他一定會犯錯 新何太太 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看到這條片 麻煩你一想一想一想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如果你媽媽真的錯了 你會怎樣呢 我舉個例子 你也有上網做很多事情 因為我看到你家裡 都有兩個Wi-Fi裝置 其實你們這家人對電腦都很有認識 我說上網那些很有認識 你在網上也會看很多事情 其中一件事就是在黃小姐 即利用基事件裏面 我分析給你聽 其實黃青霞姐姐 她從頭到尾都沒有想過自己要坐鑑 很突然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她不知道自己錯 通常一個入了魔的人 是不會知道自己錯 即是如果你這個新河馬仔 聽到的話 可能我這句說話 希望可以緩醒你的腦 有時真的會錯 誰人都會錯 即是包括你在內 包括我在內都會錯 那怎樣可以走正去呢 那我就 剛才跟你分析了 你媽媽有時 這是我猜的 你媽媽有時都會提起她的初戀情人 你18歲便可以聽到這些 她的初戀情人很威風 不過是社團方面的人士 經常炫耀這件事 其實在現金的社會 現金量子型的社會 即是電話到處都是 電話到處都是 電話到處都是 那你的時候 怎樣跟以前的舊社會呢 現在的社團人士 不是以前打打殺殺的 還打打殺殺嗎 你想想以前的社團人士 他可能已經找到一些收入 已經是生活到的 那他還跟你打殺殺 現在打殺殺隨時被人抓坐牢 你社團人士都是這樣說 因為現在是文明社會 那你以前那幫人 即是你新航馬仔 你應該叫他做伯父 其實他可能已經找到一些上岸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媽媽經常都說 即是新航馬仔經常都說 有些上面的串流商 即是那些大貨也好 那些串流平台 就找他們合作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因為我沒有看過 你有其他家人出現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要麼你和你媽媽 就是很精通這網技巧 很懂得去找這些資源 你才能做到這件事 否則會不會是你媽媽的初戀情人 就是幫你媽媽 會不會是這樣 這個我猜 幫了之後 其實我也看到 她現在上了楊剛 她說是楊剛 我先把她當作 因為楊剛 我都去過幾次 都有點熟悉那個地方 如果新河太想到楊剛 真的想開發她這些大貨買東西 其實我希望她們矯正一件事 新河太你經常都說做生意 其實做生意的事 我真的做小生意的 我就可以跟你分享一個很重要的心得 做生意是不會跟客人吵架的 做生意的人 是看到市面上所有的人 都是她的客人 因為你一吵架 你沒有了客人 很簡單 這個心態就真的要改 不用說在網上很兇 因為我也看到你很聰明 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不太多開這些大貨的東西 上到去 你又自動很宏偉地開這些大貨的東西 很開心 其實有個問題出現了 你會覺得 原來那個地方才是你的基地 如果你把這個地方變成基地 你又想做生意 就要矯正過往 做生意是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包括說你壞的人 因為隨時說你壞的人 會帶很大的生意給你 說你壞的人 未必是一定真的說你壞的人 可能他是把錢放在你的袋裡 讓你不要犯一個很大的錯 我剛才就說了 黃青霞他都沒有想過自己要坐牢 其實跟你新河太太一樣 你都沒有想過自己要坐牢 你現在還是死撐 我沒有做錯 然後還要慫恿你的另一半 我可怕我沒有做錯 怎麼會沒有做錯呢 如果你沒有做錯 你便是神 一定錯就錯定了 這是我所說的 但不要錯到底 你錯到底 你要坐牢 你兒子又怎樣 這是仁慈的說話跟你說 你現在上去 有些團體 幫你在網上做些分享串流的事 但其實是很少的 你不要看自己這麼大 因為你現在的串流只有幾萬人 你看看其他串流的那些 一來就過千萬 你很久還未到 還要一些時間 還有你的形象是不行的 你的形象真的不行 你良心不同 改改修一下 改修四周 你不要再得罪一些人 做生意不是這樣 好吧 如果你真的想在網上帶貨 我就建議一下你 你在揚江區 有人 如果沒有記錯 那裏就有一個叫東城區 東城區那裏就有一個 我去的時候有一個餅家很出名 那個餅家你可以跟他買貨 買貨來買 或者隨時叫這個餅家 可否合作 印你自己的品牌都可以 這是其中一條路 各位觀眾不要誤會我 我不是怎樣去偏幫他 因為我是本著一個 希望可以救回他 變成一個功德 因為如果可以救回他 變成一個功德 他的影響會影響到 我們現今這麼混亂的社會 會再好一點 這個功德是很重要 好 第二件事 我記得在陽光區 有一個很大的鴛鴦湖 其實這個鴛鴦湖 你可以在網上帶貨 這是很棒的 你可以在網上帶貨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可以在你那區 那些旅行社 可不可以掛勾 帶一些人來陽光試 旅遊行業 這是其中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在國內 甚麼都可以 不好意思 甚麼都可以買 甚麼都可以成為財富 好了 說旁邊 在陽光區那邊 我那時去到馬曹河 那裡有很多屋 有很多住宅 挺新的 他們上面可能是叫這些小區 比較靚的 可白你可以連同新河太 在那邊你可以在網上試買樓 當然你有相關符合的法規 以上就是我建議你 你想找到好少許的生活費 或者改善你現在的環境 當然你現在還未拿儲備出來 這些我不會看錯 不會看錯 所以你才這麼淡定 但問題是 我以上所建議你的東西 你可以先補倉 試試這幾個路向 然後不要罵人 你就有客人 你有了第一個客人 自然有第二個客人 這些東西就是 你一向都是想賺錢 這些就是正路賺錢 不需要騙騙騙 之類之類的 甚至乎你的初戀情形 如果他現在支援你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是一件好事 有人支援你 你又可以自力更新 對這個社會也有幫助 這件事是循循善有給你 你不聽就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看到你的下場會是怎樣的 這個不是估計的 這是一個社會的統計學 我在上一段影片說過 那我不重複了 各位朋友可以拼上去 或者在說明那裏 你按下連結 因為我都會下連結 好了 最後就說說新何太 你的問題 這個是很重要 你看到我 就 說你的影片 只有三條 加上剛才我回應的那一條 就變相好像有 計算這條 好像有五條 實際上是四條 我真是想你好 這件事 接下來說的東西 麻煩你 如果看到 或者新何太的兒子看到 最重要是行動 這件事是甚麼 法律 甚至乎政府機關的東西 你是不能拖 你現在在上面 是你自己想 怎樣去 發達 賺錢 那樣東西 這件事是你的做法 但是如果萬一 真是調查 有些律師信 甚至乎真是 告你恐嚇 那些 諸如此類 來到的時候 麻煩你 真的要放下你自己 不要這麼獨大 不要這麼霸道 要準時去 對應這些法律上的東西 因為法律是 不會跟你浪費時間的 是那個時間就是那個時間的 那你就不要追追追 這些東西 就是不要遲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關乎你的白卡 那裏 我昨天都 就是之前我都問了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昨天就問了我的朋友的朋友 就是他本身都是一個大醫生 他是絕對可靠的 那我問他的意見是甚麼 你當你是真的有白卡 我當你是真的有白卡 因為有時在網上未必是真的 因為你自己有騷擾 也不知道是否 當你真是白卡 其實你是 你不可以在香港拿著這個所謂的白卡 去減輕你的罪行 我告訴你發生甚麼事 就是你現在很嚴重的 其實新何太 你也是進退兩難 包括可怕都是進退兩難 不過新何太 你是嚴重的 首先你是真的拿著白卡 人家已經在調查你的房子是怎樣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叫做天璣不可洩漏 不過我現在都告訴你 其實在你上去大陸之前 在TAB的新聞 都不知是甚麼有意 但新聞報出來就這麼巧 他就在長洲 拘捕了一個86歲的叔叔 這件事很出名 其實他的情況是跟你一樣 差不多 好了 接著第二件事是甚麼 就是剛剛 你也看到有一個內地的女子 嫁給香港的叔叔 十年八載 接著 那個叔叔就去了 接著他就 撿住他那個 即是叔叔的親生兒子 就是 沒有 這些遺產不是你的 其實是很霸道的 因為已經 中央西望那裏 都已經找了一個律師去解釋 你說是霸道的 其實不是的 在法律層面 錯了一個字 其實有很大機會是可以回復 這些東西 因為 比比皆是 但是這一個 跟叔叔結婚的女士 也是從國內來的 就是很兇 直接出鏡都是很兇 不關你的事 朱如雪 我講的東西就是黃道 總之他沒有就沒有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不是你所說的 好了 新鶴太 你也要看一看這件事 我不想你好像黃青霞 無緣無故 又要搞官非 又要這樣的下場 我真的不是很想看到 因為我是很想看到 你真是變成了神雕俠類 這樣出來 可以改善到這個世界 反過來 由魔變成 變成一個 對這個世界上有貢獻的人 好了 你的白卡 其實如果真的查下去的話 有機會是可以強制 做一個 精神科的檢驗 因為你的所謂的白卡 應該都是普通料 我問了這兩個朋友 已經證實了 因為強制檢驗是怎樣 首先 會困在一間醫院的精神科的房間 但是你不能出來 原因是為什麼 他是要做一系列的 檢查 去檢查你是否真的 刪除了 好像網上說的抑鬱症是你所說的 隨便可以給你 因為你經常都說很辛苦 這些是灰色地帶 如果你經常這麼辛苦 又何來可以做到生意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通常你有白卡的時候 我也有研究一下 其實有白卡的人通常 AQ 和 CQ 都很低 你如果AQ 和 CQ 都很高 AQ 和 CQ 都很高 都未必是 如果有白卡 他就在看 你能否照顧自己 你這間屋怎麼來 那些東西 當然我剛才已經說了 即是很難檢測到 你是真是白卡 因為你這麼聰明 然後 如果 檢測到你是白卡 他就會做一系列的事 即是你有一段時間都出不來 因為 這件事沒得搞 你有一段時間都出不來 是要他認為 你可以出這個社會 他才會放你出來 這個不是嚇你 這是真事 因為你還未遇到 這件事 但接下來就來了 好了 如果檢驗你 不是真是白卡 你又糟糕了 你之前是認自己是白卡 你可以強次說 我現在好犯 但是是否真是這麼容易 這些事全部都要上庭 上庭就是官判 你不要以為你大得過官才行 你不要以為你霸道得過官才行 就像你說 以前很響往 你的初戀情人 社團人士很威風 威什麼鬼 現在社會這麼開明 一階手機 一階電話 你要嘗試去打人 現在要拉人封艇 現在不流行 除非你的男友是很差 我不要再說 你不要生氣 這位初戀男友 你不要生氣 因為我們會見多 看到的人會 In 做這個行 我們拍的意圍 hur 怎麼會沒有見過你們的人 你說社團人士或是白盜人士 其實在我們面前 他也是我的客人 我們是做事的 總之不是在現場犯法 請我做事就做事 所以新河太太 你不要這麼幼稚 如果你有機會 你兒子新河馬 不好意思 因為整個街頭都叫你做航馬 你自己叫自己的航馬是沒有問題 我一時留口我都是輸了這件事 失了這件事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想尊重你 新河太太 你有機會重量 這個最後的機會 而你的智慧根本上 其實都是可以做生意的 如果我分析的話 只要你跟我剛才建議你的事 生活應該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你說要大富大貴 你要走聰明 要被人拘捕 我就沒得好說了 你也要為你兒子著想才行 難道你兒子孤零零 你就經常回去 留下孤零零在這嗎 做人未必需要這樣 未必需要過得那麼苦 好 以上 各位朋友 不要嫌我沉氣 因為我真的要說得比平時再慢一點 喉嚨一說得快便會咳 希望大家都有耐性 應該這麼說 多謝大家這麼耐性去聽我說話 因為我說話真是慢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段影片 希望給大家多一點正能論 不要只是打打殺殺 這麼單調 好嗎 多謝各位支持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我其他的影片 不一定是這些負面的事情 接下來如果我好一點狀態 好一點狀態 多一點分析 因為 有位朋友都說 主持你可否加倍分析其他的事事 我盡力做 因為我本身是有個職業在 總之我盡力去做 在這裏也是太過沉了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 多謝各位 我們下條片見 不好意思 我在這裏坐著 下條片見 好 Thank you